剧集《青春不要脸》播出后好评如潮 大家都赞到剧制作认真 而这集就有一场 艺术班学生毕业舞会的戏 每个演员大玩角色 更有跳舞气氛 不要看余德成扮MJ舞蹈底子 应该有差不多 其实并不是这样 对了,我是李小龙 那Dixon呢? 我是未变身的Michael Jackson 那件衣服是有点像的 物质情是像的 这个牌子是Michael Jackson的牌子 对,最风刺是什么 一个不懂跳舞的人 穿了Michael Jackson的牌子 很明显是玛丽莲夢露 对,她第一次有这个装饭 做一粒烧云袋 这个装饭你习不习惯? 习不习惯? 习惯习惯,是 美不习惯? 我觉得美,但不可以说习惯 就是第一次做这个造型 但我觉得很有突破性,很喜欢 这场戏令吴乐宜和丁子朗 都回忆学生时期参加舞会的事 但Kelly竟然说 以前没有人邀请过她跳舞 很有这个感觉 真的吗?是不是很多人约你? 不是,是走一步 不是… 是不是很多人约你? 不,不是 我想知道 是不是 不是,是走进来的时候 你看到摆设很多椅子 然后有很多年轻人 全都聚在一起 那个吃得太热血的感觉 很年轻 虽然… 但我们不是想知道这件事 当年一次过有多少男孩约你 有多少人约你呢? 有多少人约你呢? 怎样做提案给你呢? 有多少人约你呢? 有多少人呢? 没有 不是,说真的 因为我当时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男孩约 在那个时候 你们不相信 哪有可能 这个访问再做下去也没意思 我们问丁子朗 一次过问多少个女孩 你喜欢多少个女孩约你呢? 没有,先来看看 你看多个女孩约你呢? 是不是韩国女孩呢? 那时候是香港人呢? 但是很高兴 因为今晚这个舞会 就真的想起当时 宝宝旅的那个感觉 一时去宝宝 约了个女孩去跳舞 初次很心动 很害怕的感觉 这次出来了 一看波波的样子 就知道她扮着小凤姐了 但是为什么那条招牌 波波长裙会变短裙呢? 原来是跟小宴外有关的 我就是这个有请小凤姐 其实也有点点可以说 因为本身这条裙是长裙 但是有一次重演的时候 我整条裙脱了 小心自己踩在那里 现在也是很长 然后服装间的姐姐 就帮我钉起了 然后刚才忘了戴手套 这天亦有一段裙舞气氛 为了排得够齐 拍摄前他们也有特意去练习 排了整个星期 我们应该排了 我想应该用日数来的 因为每次排到至少三个小时 我们至少排了七天 六、七天 即是记步步要准备很多 因为可能有些大Y照片 飞机照片 记住一些模式要准备很多 因为一个位置坐 平时打梳南的直播 这个你一坐就会很练习 很明显 就重新排排 它可以检查 所以我们就要不停做 不停做 就是一个人类传家 多大力 可能自己指出 哪一个是常常拖衰家的 是常常拖步的 真的没什么 真的 他应该不是 这个拖步 我会说是我的 是吗 当然 我觉得自己也有很多 要改善的空间 第三次拍摄的林静峰和尤嘉欣 这次又有感情戏 不过佳欣这次完全被阿峰吃住吧 我和他有 你两个有 对 我们两个有感情气氛 那你就… 你说一下 我不知怎样说 由香港爱情故事带下来 这个是不是… 志光导流还是什么 其实是差很远的 那条线和这条线是差很远的 他先聪明了 对不对 他这次的样子比较聪明了 我觉得上一套爱情故事 我比较笨 我是因为丹乱他 但我觉得我这次又有少少渣男 不知为什么 我觉得这次是双向 我不是单向的 渣男还是渣男 不是渣男 拿着那个渣男 是渣男 就是… 之前很单向的 就是我比较弱小一点 现在我觉得 我那个角色可以风骚一点 可以脏皮一点 又很頑皮一点 可以玩他转头 他现在没有那么被动